这个小男孩被强迫脱掉裤子 几个学长逼迫阿诚对他的下体做嘴上按摩 阿诚为了保护心中所爱的女孩 只能照做了 这天学校举办了校庆 很多校友和退休的老师都会回到学校演讲 当一位翁老师上台演讲时 小光表现十分异常 中午吃饭时 阿诚发现贝贝不见了 他到处寻找 终于在厕所中找到了被欺负的贝贝 贝贝又被他们欺负了 阿诚很自责 很痛了 他找到小光 质问他为什么不信守承诺 与此同时 阿诚与小男孩的视频也被学校知道了 贝贝找到小男孩让他出面澄清 可小宝却不愿意 还指责贝贝 如果阿诚不是为了保护他也不会做这种事情 而自己也不会被牵连 贝贝知道后很自责 他不希望阿诚为了保护自己受到伤害 于是贝贝找了一家私人诊所 打算做结砸手术 这样以后就不怕被欺负了 阿诚知道后跟王老师一起寻找贝贝 在路上时 阿诚不慎被车子撞晕 当睁开眼的时候 已经在诊所 他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贝贝 王老师告诉阿诚 贝贝已经找到了 手术幸好没有做完 因为诊所的卫生不干净 贝贝有感染的危险 阿诚看到贝贝这样 无比愤怒 他拿着家伙打算去找小光算账 没成想却看到了小光正在自杀 他吓得半死 随后小光的伙伴找到阿诚拿出了一段视频给他看 视频中一个男孩正被翁老师强行拉进房间 日复一日 从视频时间看出 翁老师对小光的性侵持续了好几年 阿诚在犹豫过后 还是把视频给了王老师看 王老师看完后十分愤怒 他质问校长 知不知道此事 原来校长早就清楚翁老师的行为 但是为了学校的荣誉 他始终闭口不提 此时王老师十分悲愤 忍无可忍 他决定曝光这件事 很快 校长和翁老师得到了他们应有的惩罚 聋哑学校最后又回到了一片祥和的氛围中 本片改变自国立台南大学附属 其中学校丑闻事件 他不仅仅讲校园暴力 他延伸出的是对成年人和对社会的思考 片名无声 让我最深刻的几句台词 我怕被丢在外面的世界 我们跟别人不一样 我常常觉得我很多余 我们不是坏人 在他们心里 正常人的世界反而更让他们痛苦 那些疏远 排斥 无意识的嫌弃 不经意见的恶意 对他们来说都是伤害 对我们来说都值得去反思 今天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